好哪个地方最适合居住呢台中市区的草务道 因为环境优雅又可以兼具环保和人文特色 在联合国所举办的国际移居城市大奖中 打败了200多个城市得到了自然内祖的首奖 充满绿意的人形步道 不管是看展览或者是休息 都可以看到民众悠闲的漫步其中 这里是台中的草务道 从科学博物馆一直延伸到公正路前的绿色广场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举办的国际移居城市大赛当中 以人文关怀为设计主轴的草务道 打败了200多个国家 最后在自然内祖当中 得到最适合居住的环境得到首奖 而在这里民众的确感受到居住的品质 不少的展览都会在这里举办 最后也充满了人文气息的书店和博物馆等 是许多游客必到之处 带来的人潮相对的也带动了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不过人太多 对当地的居民而言有一些困扰 人群有更多 交通不便 交通一定会不便 目前草务道将在周围区域规划相关的建设 不过却引起民众失疑会影响到居住的品质 但是市府和开发商也表示 相当珍惜草务道得来不易的民生 因此会规划根据国际观的发展计划 也让这块绿地除了能适合居住之外 也能迈向世界和国际接口